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戴根基 我的名字听起来比较奇怪一点 因为两个字念起来 小时候人家叫我公基 小时候我们就很爱狗 也不知道为什么爱狗 所以小时候就压力养一只狗 那时候叫做Taxi 我们取了一个很洋化的名字叫计程车 然后每天回到家楼下 开始楼下就是下坡 有人就喊Taxi Taxi 狗就来了 有一天回到家里面发现它在 就是喊不来了 所以我就自己上了坡 回到家门口 地上有一滩草席 回去问我妈说 我的狗呢 结果她跟我说 外面被堵死了 那这个事情 当然会让我们觉得说 为什么 整个整条街的狗被毒了 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就一直想要再养第二只狗 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再养狗 那当年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很容易找到很多的狗 满街的流浪鬼很容易 当时流浪鬼没那么容易找 所以我每天下课的时候 从小学我们都走路上学的 回来的时候路边看到一只狗 我觉得可爱 白色的嘛 就抓起来摸一摸 我就说相处了大概十节二十分钟 我就喜欢了 我就把她抱回家 然后我妈就说那么丑 然后说不准养 我说白色不好看也不喜欢嘛 所以我就把她带回原地 跟她玩到最后一个时间来不及了 我必须要回家的时候 我就蹲在地上跟她说 对不起 我没办法养你 但是我又补了一句 不是我不要你 是我妈不要你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 我没有路路续续 不断地在路上 回家路上 我的眼睛在地上搜索 哪里有狗 只要能够叫得来 摸得到的小狗 什么狗我都可以 结果我就又看到了一只花色的 我就带回家 我妈就说丑 然后我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模式 带到路边 回到原来的地方 放在那个地方 再跟她玩了半天 最后实在依依不舍 要走的时候就跟她说 很抱歉 我不能养你 是我妈不要你 这个人不需要学习 就会说谎了 其实我没说谎 但事实上是这样 那我就学着说 大人的意思就是说 白色的不好看嘛 花的也不好看嘛 那有一天看到是黑色的 我想说黑的可以了吧 一黑二黄三花四白 不是那是人家吃 但基本上我是觉得 什么颜色都很好看啊 因为我们看到她的脸 就发现一切 好像跟人的心灵相通一样 于是我就把黑的带回家了 我妈一样的答案说不能养 我就把它放在路边 一样跟她说 是我妈不要你的 然后我就很生气了 我就回去跟我妈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养狗 你根本就是嫌她不好看 这个嫌那个嫌你不让我养狗 没有关系 将来我长大以后 我需要养十条狗 你就别来我家 我让我放狗 咬死你 于是我就养了 就是你刚才咬我妈的狗 这狗非常大 但是到了后来 我们不可能去咬自己的母亲了 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这个事情让我们学会一件事情就是 大人不要欺骗小孩 因为我们知道你在骗我 因为我后来很清楚知道 你根本就是不想让我养狗 你就直接说嘛 你何必骗我说它不好看 所以找一堆理由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它找一堆理由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一直长了很久 直到我学了行为以后 我才去理解到为什么 那我们人为什么喜欢动物 为什么喜欢狗 尤其是狗 这个并不是因为它的身上有毛 也并不是因为它的温度比我们高 在冬天尤其像天气凉了的时候 抱起来非常舒服 像暖手宝一样抱在怀里面 非常的舒服和温暖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而是无论我们这个人 在这个社会上经历到多少 不平等的对待 无论你面对到多少人 对你一些不堪的言语 但是你回到家里面 永远都有一只狗 它是完全无条件的欢迎你 它渴望见到你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人喜欢上了狗 可是为什么狗是这么一个样的物种 愿意用它一辈子的东西 来换取你那么一滴滴的关注 或者眼神 这个当然讲起来 一万两千年前 从狗的发展开始演化 从最早的村庄以外 慢慢的进入到村庄内 它想获取到一些 会比较容易获取到的资源食物 或是人类不要的残渣 再从这中间慢慢的衍生出 所谓后来的村庄里面的 叫做牲畜守护犬 慢慢衍生出所谓的 拖就是拖雪橇的 拖负重的 再来就是牧羊犬之类的 那慢慢的演化 你们现在看到很多 比如说明星犬拉瑞 这些可以去帮助农人 把这个田里面的老鼠给清除掉 在外面就地解决 不把尸体带回来 这一切所有的道理 就是在演化中 不知不觉 无论是我们人类 刻意去做的 还是在那不知不觉中 狗因为接近我们人类的 这个生活圈里面 形成了一个所谓的 我们叫生物甘胃 这个甘胃 它填补的是甘胃之后 它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它需要我们人类 它在人类的身边生存 它比较容易活下去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它开始爱上我们 而它为什么要爱上我们 它可能自己也不清楚 就在那不知不觉之中 这我一直称为 它是上天 给我们人类最好 最好的礼物 而这个这么好的礼物 到了你家里面以后 变成了什么 当我们面对到 这么好的礼物 送到你家里面来 你很开心地把它带回家 就像我小时候 非常渴望得到一只狗一样 那变成了什么 破坏了家具 水利大小便 出去遛狗 是用暴冲 把你拖到地上摔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养的又是大型犬 你又是一个瘦弱的小女生 拖到地上摔了 什么都破相了 什么都有了 追车子 废教 过度的废教 回到 你还没有出门 或者你还没有回到家 你家里 已经被人家贴警告了 或是你回到家里面 一切都被重新装修过了 只不过是未完工的样子 因为它把你家具全部咬坏了 那这一些 原本是对我们人类来讲 是一个最好礼物的一个动物 叫做狗 为什么到我们的手上 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人的思考 就像一个天平一样 在天平的两端 永远都有痛苦 跟快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当面对到痛苦的时候 我们想要解决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什么 往往我们人类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痛苦少 而不是快乐多的 所以最快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看到家里面的粪便 新买的家具被啃坏了 然后隔壁邻居在抗瘾的狗吠叫 这些痛苦带来你环境上的改变 让你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心理上非常不舒服 所以你非常急于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于是你就会对动物 做一些事情来解决它 所以我往往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就是我们选择了痛苦少 而是快乐多 所以我们选择了处罚动物 那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到 什么叫做动物行为 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 就是刚好我学了一个 当年非常冷门 没有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东西 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 它就好像 你买了一台车子里面什么零件都是经过设计过的 而动物行为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一直都不清楚 我们严格来看一下动物行为代表什么东西 它代表了动物它到底做了什么 它什么时候做的 在什么地方做的 它到底怎么做了 等等这五大 为什么这么做 这一切的总和包括我们人类一样 我们也是动物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执行的每一件事情 都归纳在动物行为里面 而动物行为的一切 不管你讲到的是追车 随地大小便 吠叫 恐惧 惊恐 在马路上等等的 还有你们可能在现在更多的不清楚的动物 一样有很多严重的疾病 强迫症 焦虑等等 这些行为永远都会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是行为之前 在行为发生的当中 以及发生之后 这三个整个组合起来 我们就成为动物行为 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科学 而我们人常常会面对到一些问题 要解决动物行为问题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是什么 处罚 不听话就打它 上网搜寻Google 而Google有多少答案是正确的 尤其是搜中文 所以我们搜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选用了一个方法去解决动物行为 这个方法大部分使用的叫做处罚 这个处罚会导致我们人跟狗之间的关系 产生很严重的破裂 实际上处罚是什么 处罚只不过是一个 让我们人类觉得自己感觉好过一点的方法 而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方法 而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执行 这么样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人也是动物的一部分 我们刚刚讲到那五个 五个要素 为什么这么做 怎么做 如何做 在什么地方做 等等 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 就两个字而已 叫生存 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们在家里面碰到这些 家里面都是屎 都是尿 你怎么生存 你想把它去除掉 你又不想把鬼给扔掉 当然我们也不能扔掉它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困扰了我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动物 所以面对到一些环境上的困难点 我们就想要解决这个困难 所以我们想把这种痛苦移除掉 在学习学说里面 有一个叫做负增强 移除自己非常不想要的感觉 非常痛苦的东西 来增加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不断地处罚动物 因为我每次处罚它的那一瞬间 我都觉得我解决掉了 我觉得我打了它来后 它的吠叫就停止了 所以你眼睛看到的一个表象就是 它在吠叫 它在吠叫 我很气 我解决不了 如果你解决得了 你会打它吗 我相信不会 是因为我们找不到 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 让它能够感觉到 你的威严或是你的方式 你希望告诉它 这是不可以 这是不对的 但是你这么做的结果 不过是把你心里面 痛苦的感觉移除掉了 你有没有考虑它的感觉 你的感觉是 你明明知道你犯了错 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改呢 实际上我们跟动物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在移除自己的痛苦而已 而这个痛苦是什么 就不过是地上的屎跟尿不是吗 所以我们用的这些方法就是跟动物一样 为了自己的生存 选择了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实际上不是个方法 是一个欺骗了自己的方法 因为你看到的结果是它不叫了 所以你觉得非常有效 你会继续地做下去 但是你知道你继续做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你不断地创造动物更大的痛苦 以及焦虑的产生 而它从此就会好了吗 它不可能会好 而我们人就快乐吗 我们也没有快乐 很多人说不会啊 你看我处罚它之后 它就变得非常的好 因为它不叫了 但是我问一下在座所有的人 两个问题 你如果是养狗的人 你所讨厌的它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行为就在你处罚完之后 请问到了今天它消失了没有 如果它没有消失 只是在你眼前暂时的不见了 那算什么 那算有效还不是 再问第二个问题 每一个在成长过程 都想交男朋友女朋友是吧 在我们第一次认识一个女孩子 那个时候以男生来说 女孩子认识第一个男生的时候 你父母亲同意吗 不同意吧 然后你们就接受了吗 起码我是不接受的吧 我们偷偷来 是不是 你只要在你眼皮下 我就不干 但是你只要眼睛看不到的时候 那就是我的天下 我家里有一位哥哥 干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爸比较伟大一点 就是 他也是想找女朋友 他骑着自行车 跑到女孩子家门口 拿着补习费不去上 这样讲出来 有点丢了他的脸啊 结果我爸经过二十年 他都没有说 有一天在吃碾页饭的时候 突然说出来这件事情 我才觉得他非常的好 因为他没处罚我们 所以我们心里面比较稍微健康一点点 但实际上 你们想一想 你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老是处罚我们 是不是 警察也处罚我们 但是警察处罚比较可以接受 他只是钱 他并不是说把你拉起来揍一顿 而我们所有家长对我们的处罚 哪一件事是有效的 所有的处罚 只是让台面上的东西 进入到台面之下 所以处罚是好方法吗 它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它只是一个让你自己感觉 唯一感觉自己好过一点点 我起码做了点什么 因为在我无能为力的时候 这是我唯一想到 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处罚他 因为在处罚的当下 人的情绪里面 我的痛苦感消失了 我借由移除我的痛苦感 让对方痛苦 这就是处罚 所以有时候在处罚对方的时候 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 因为你自己的能力有问题 你没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借由处罚来掩饰 你自己的这个痛苦面而已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处罚他 他有很多的科学 其实听了这些东西 有些人听了还是 台湾话叫胡萨萨 就是听不太清楚 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来看待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 有人牵着狗在那边遛狗 一台脚踏车 摩托车 机车经过的时候 你狗开始吠叫 然后你开始怒骂他 拉他的牵绳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有多少人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你当下拉住 他停住了 明天同样的事情发生 他还是继续出来 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在追车 你只看到这一点 但是你看到背后是什么 有这么多事情在发生 在你处罚狗的那一瞬间 请问他到底学到了什么 是不是我刚才没有咬死他 所以你才那么生气 还是说 后面有一个人在看 戴根基医师的书 所以那本书害死我了 我把那个书咬掉 他害了我被打 还是说这个拖的行李箱 导致我今天这个问题 到底是哪一个 你永远不知道他是哪一个 因为真正学习者在狗的身上 只有他知道说你的处罚 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狗的问题不是真的认为 我没有追到他 而是每一次的处罚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关联性 我是一只狗 你处罚了我 而那台车我本来想追 无论什么原因 当我追出去的时候 你处罚我 我以后看到那台车 我心里更焦虑 因为我预期到你要处罚我 我也逃不掉 我不会因此不做 我想赶快把那台车赶走 你就不会处罚我 所以狗很努力的 想要取悦于你 在你生活里面 所有你讨厌的每一件事 无论你多么的讨厌 全部都是为了你做的 即便你不喜欢 所有的狗为人类做了一切 做了它想要为你做的 希望你喜欢 希望你开心的这一件事情 而在你眼中到底是什么 是你一个不堪的回应 你要知道狗演化了一万两千年 到了今天 它把它一切都给了你 分分秒秒 而我们呢 上班 玩手机 上Facebook LINE Twitter 无论你做了哪些 回到家里面 你给它多少的关心 你有没有满足它 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 不要说别的 就单纯的 除了吃喝以外 心灵上的满足你 给了没有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到底值不值得 这些狗为我们付出这么的多 从来都没有一个人 可以为你到百分之一百的付出 即便你旁边那一位 先生太太 小姐 男朋友 女朋友 都说我是百分之百爱你 灾难来时 你就知道了 走了一堆 留下是走不动的 而不会走的那一个 就剩下一条狗 所以到底我们人类 哪一点值得 它这么样子 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所以好好想一想 它拿出它生命中的一切 完全都奉献给你 而我们给了它什么 我们人到底值不值得 它这么为我们做 当你面对到家里面的狗的 行为问题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一个玄学了 它是科学 就像你去医院看地 就像你拉肚子去吃药一样 它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我们还要用 我们自己认为的老大学说 来处理我们家的狗 因为我是老大 我要管理好它 因为我是它的领导者 那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想吗 因为你认为狗 它的祖先是狼 狼是用老大的方式来对待 无论对与不对 我们先不谈 就算是对的 请问狗是狼吗 你知道你的祖先是什么吗 你是猿猴猩猩过来的 难道我要在你家挂两串香蕉 来对待你吗 我们已经演化成为人类 就用人类的方式来对待 它们叫做狗 已经是一个完全 付出它一辈子 付出它所有的爱来爱你的 一个动物 而我们人给它的 就是那么一丁点 它不要求非常的多 它只要求你给它 一点点的关爱 多一点的衍生 多一点的爱 在它付出它全部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好好地想想 到底我们值不值得 它们付出这一切 我们还需要这么处罚它吗 在你看到的表象之上 看到它所有不好的行为 实际上如果你往下去挖 你会一直哭下去 因为它 都为你 我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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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